接下来回到台湾看的是不少年轻人不想领22k干脆是借钱创业 所以接下来看的这个数据呢 要带你关心的是经济部统计 其实呢在2013年贷款的件数有4000多件来到了4161件 而整体的金额是高达了28亿 但是看到了2014年其实件数呢明显的下跌了 不过总金额却还比13年来得多 多了2亿到了30亿元 而今年虽然还没有结束2015年 可是今年的估计会再下修 估计是到2900件 可是贷款金额一样呢 是这个30亿 而且可能还会超过 这代表什么呢 这代表可能年轻人胆子变大了 或是投资的金额变多了 或是会转向加值型的服务 不再只卖单一产品 这是数据带给您看的